这期节目说一个严肃的事儿 有人跑到日本金国神社去干了一档子事儿 他就冲着金国神社那个柱子撒了一泡尿 顺便留下一幅书法作品 上面写着厕所 这么一件事儿 有人第一时间带节奏 把这件事定性为 互联网上的一个纯消费事件 我看着这几个字啊 我就在琢磨他怎么是消费事件的 怎么是互联网上的一个 纯消费事件 我仔细分析这些文章啊 发现里面讲了几个理由 一呢 说你跑到人家建国神社撒尿 这违反当地法律啊 第二呢 说你这个不讲公共场所的规则 第三呢 揭露这个人 说这个人在直播的时候曾经自爆过 他嫖苦唱 第四呢 说他在国内账号曾经被封过 都是揭露底的 结论是说这个人干这件事儿 把金光神社撒尿呢 是给大家找个论 是搞一个网上消费的血统 是拨流量的 是炒作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 消费事件 我对这事儿有些疑问 是纯粹的消费事件吗 这些带节奏的人认为这件事儿 和爱国主义无关 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 我心里跳了一项 眼前好像看到了东西 你说消费就消费吧 拨流量消费 我觉得这么说是靠谱的 但是你说这件事和爱国主义不但无关 而且在禁国神社撒尿和爱国主义 八杆子都打不着 一杆子没打着 两杆子没打着 连打了八杆子都和爱国主义没关系 我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心里边生出一种疑问来 我再看还有人说 靖国神社撒尿事件是混迹到爱国主义当中来的 有人严肃指出说 靖国神社撒尿没有污染 这个靖国神社反而污染了爱国主义 还有人指出说这一泡尿啊 有更加严重的后果 就是让理性爱国的人不愿意跟这帮人维伍 这就导致爱国阵营内部 举语和冲突 天呐 靖国神社一泡尿带来了中国人民大分裂 我是看了网上的热搜 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 有人跑到警官室撒了一泡尿 这一泡尿搜 上了热搜了 我对撒尿的这个人一无所知 什么 自爆嫖娼啊 什么 在网上被封号之类的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也没兴趣知道 像我这种年纪啊 一是年纪大 二是智商低 三是脑子慢 我遇到这种比较复杂的事 我都坐到那地方自己慢慢捋 用自己脑子笨下 我怎么都觉得这事 你说它纯粹是个消费世界和爱国主义 八杆子都打不着 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关系的 怎么八杆子打不着啊 一杆子 两杆子 三杆子 四杆子 五杆子 六杆子 七杆子 八杆子 这话成立吗 凭什么带节奏的人把这说的什么自信啊 这么理直气壮啊 我怎么觉得这一杆子一杆子都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有勾连呢 尽管有人措辞谨慎 他们东张张西望望推敲来推敲去 谁也讲了一句 靖国神社很招人恨 这话说的太轻了 我觉得不够 如此轻描淡写 好像不太恨日本靖国神社 所有的笔墨都在恨这泡妞 靖国神社 众所公知 供奉着一大堆日本假急战犯 乙急战犯 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政客 包括离职的那些日本首相 包括在职的日本首相等日本几乎所有的高官 频频参拜 每每参拜 顶着压力参拜 瞄着中国人的眼睛 瞄着中国人的脸色参拜 这是多少年都这样吗 大家想一想 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对于饱受日本侵害的中国人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 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三千五百万国人的伤亡 这是整个民族空前的灾难 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背景 忘记了当今的日本政府 拒绝对战争问题做出认真反思 忘记了东山在一起的日本军队正在以 我人民解放军为假想敌 而且与台独势力相勾连 却说这泡尿跟爱国主义没关系 我把这些戴琪做的文章读了20遍以上 我确信他们讲的这个所谓的道理啊 不太容易让人信服 有人会说 那斯马南你支持 随地大狡辩吗 你支持撒尿了吗 我没支持 我说的是 既然已经发生了 有人往静国神社石柱上撒尿这事儿 我们就应当把大道理小道理 大事小事是非黑白把它分开 当然了 不随地打小便 不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则 不闻明媒素质 这些事儿有没有 有呀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个前表层次的方面 问题还有一个大方面 那就是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并引发巨大的舆论的反应 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 不是没有政治原因的 当年外交部有个新发言人 不是 我说不是华春莹 我说的是以前的新发言人 那个女发言人叫张启悦 说到这儿 突然想起了 这个可惊的大姐很久没见了 张取悦当时面对记者的一个提问 就是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中国青年 得知日本首相参拜金国神社之后 他提着油漆到那把金国神社给破了 有这么一个事儿 张取悦当时的回答记者很有水平 他讲了两个方面 一 希望我在国外的公民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但是他紧接着强调说 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没有缘由的 日本政府应当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 端正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日本政客 尤其是现任首相参拜金国神社 是引发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 这个事情发生在20多年前 这个在日本工作的青年叫冯锦华 他是留日学生 又在日本打工 他的日语讲的很好呀 他在日本做的这个事情之后 那后来不但丢了工作 而且还被判了刑 最近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 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来的 叫做理性爱国 高质量爱国 现在心词真多 有些人编词的能力特别强 我想说既然理性就应该分清小事情 与大背景 既然讲理性就不能理性到忘记了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 我们牢记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 忘记历史是没有未来的 既然讲高质量爱国 那不能等同于把人民内部毛的无限放大 更不能等同于给日本历史上的罪行和现在的倒行逆施 打马赛克 假装看不见 我发现有的人 只见尿不见血 这泡尿被放大 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血海深仇 他们好像 打了马赛克 看不清 为什么对有些事情格外敏感 而有些事情则理性麻木 我也没想明白 我只是希望往日本 进国神社撒尿这个事情的既然可以折射出很多方面来 只讲不文明不礼貌这一个方面还不够 还应该做更深入的分析 感谢各位收看 我说的不对的 请您批评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兰 再见